记得我们上期课的内容 第一个单词呢 我们说是心肺复苏的 所谓的心肺复苏啊 第一个要求啊 心肺有关的 它跟肺部有没有关系呢 我说我不能够确定 但是能确定的事情是 所谓的心肺复苏 它的标准含义就是心脏复苏 能够呼吸过来的 为什么这么肯定 是因为它是双磁根结构 双磁根结构 中间是个帘子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长 那个I呢 有可能是可以示范 就是心的一部分 但是我还是给它拿出来了 这方面记忆 下面一个 这个呢 代指的是 有脉搏 也有代指肺部 就呼吸那一动一动的 就那个 所以才有心肺的含义 但是我一般呢 会在磁根中视为脉搏的意思 那最好就是让你重新恢复心跳 所以翻译成这种心肺复苏的意思 心肺就是 带带带有这个的肺部 突然到这 使用此后 这告给你这么回事啊 下一个 你看心脏呼吸的 医学上面的 这个也是双磁根结构 也是双磁根 老样子 心 具体的 带至生物学上面的心脏 再来 后面的单词呢 我建议这样做 RE呢 是个简直 可以来几个加强语气 重复的 那么 那呼吸啊 就是 写错了 重复 我们强调了 就是呼吸 反复重复 一次次 磁根 S by S S S PIR 呼吸 Spirit 那个精神 就是在是能呼吸的 活着的 翻译成精神啊 能量等等的 OR1 形容词后阵 这是专业词汇 专业词汇 下一个 录像机 CAM 它就是 CAM的 缩写式 录像机 所以你们听明白了吗 Corder 新 代指 隐身含义 是记录的意思 所以用录像来记录 就这么一个含义 A 一而名词后阵 表屋 下一个心跳过速的 Tucky Cander 这个单词呢 我说Tuck 这个单词本身是打击的意思 此处呢 是 带指 带指 我们说是 重度 心跳 重度跳动 就是非常紧张 不管是你跑步过度 还是怎么着 心跳过速 就感觉有重锤在捶你的感觉一样 这个单词其实分成两个 Y呢 是它前面叫的Tucky 重击的 ACRD呢 是心的意思 所以心跟重度的跳动 重击在心上的 心动过速 I 连次服 A 集合名词后阵 再来 内心磨眼的 跟眼镇挂钩的 这个单词就是内部的意思 心 心的内部 后面 ITS 名词后阵 而且是 医学名词后阵 表症状 或者说是炎症 还有心动过缓的 BREAD BREADY CUT 这个单词可以理解为是停滞 BREAK 打断的意思 所以那个心荡带着跳动的含义 所以翻译成心动过缓的一样 这个单词就彻底了了 再满一百字根 这个一百三这个字根 ART 和后面的单词叫做author 这属于是艺术 艺术的还有一个隐身含义是关节 这个单词呢 你要想见一件事情 古代这个艺术啊 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所谓的艺术啊 技能啊 你们想想看 它最早的应该含义是什么 就是人工做的东西 人工做的东西 这个单词理论上来说 其实跟我们说过的 一个翻译成什么 Technology 人工啊 它也能表示艺术的意思 所以最早的技术 技工啊等等的 都是来自于生活用的 就是所谓的艺术啊 就相当于上层建筑 那么基础技能呢 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 下层 就是经济基础 先活下来才会有艺术 所以这些东西呢 都是来自于最开始的 关节的这个含义呢 可以理解为是希腊语中 直接过来的 这个关节可以用于是表示 怎么说呢 精巧啊 巧妙的含义 精巧的巧妙的含义 在这看上他们的 基本内容 我把它放在一块来讲了 首先第一个 art 基础单词 非常简单 简单无余的基础单词 简单至极的基础单词 所以我们在学的过程中 可以看到 基础词 或词跟直接 错单词 就完了 art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 所以呢 不用太过实 因为它本身 在中国学生的记忆当中 这个单词 就很有说服力 好了 下一个 IST 名字后这表人 艺术家 不用多说 大师等等的 跟artist挂钩 单词 艺术 艺人 我们所说的 艺还是名词 后这 artist 这个单词 跟上面其实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呢 有上面这个单词 就没有下面的了 这个下面单词 词评用的很少 上面一个就够了 但是呢 词评中有 我没舍得删 其实 哎呀 我想说用不到了 形容此后这 艺术的风雅的 叫做artistic artistical 形容此后这 LF字后这 artistically art 艺术的意思 Y 形容此后这 附庸风雅的 接下来 接下来art 先把单词给名图 处置一下吧 好 看我们的LU 形此后这 巧妙的 LU LU F字后这 教华的NESS 那名词后这 形容此后这 它表示否定 形容此直接变副词 天真浪漫的 也就是说 从艺术方面 引擎出那种 呃 纯真或者说是浪漫的感觉 到这 拓展的 巧妙的 下一个艺术家气派的 这单词难道序处高一点了 很罕见的后这 形容此后这 这个发音啊 比较难搞 T跟S放在一起呢 相当于是 破擦音 RT RT 要求比较高了 接下来 跟G弓挂钩的 好 这个单词 我们该怎么处置呢 呃 RT到这的话 把外变成A的 加上他 RT 所以 哎呀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好吧 直接写了 表人 这个IS的话呢 比较难搞 没有商品一个完整的参照物 只要好照样放在这 RT ZM RTZM 可以视为 RTZ的遍体 等下写个T 下一个单词 我们就说 RTZM 后面出现的 RY 可以相当于是 翻译了什么了 ERY ORY的遍体吧 合成词 艺术品 这个是蛮关键的 咱次 合成词 在这呢 要看一个相对比较唯美的电影 说是唯美 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 专门给小女生们准备的 这下一个相对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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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艺术性的 这个单词还是 这个就不是合成词了 刚才我们在上面中出现过跟它挂钩的单词 AL写用词后阵 即使介绍 再来包括武术的就是Marshal Arts 但是Marshal的话呢 我再写一下吧 这特指援起于东方的几种格斗技巧 Marshal 这不是英语中的原词 这不是英语中的原词 人工 FIC还是做的意思 相当于是人 人做的 我们再只是那种巧夺天工的方法 还是说相当于是 后面是人造 就是不是天然形成的人造的 所以它会用这种 所谓的 批骗的含义 名词后阵 在上一个单词基础上 AL形式后阵 过关 下一个呢 比较难搞 Artillery 这个单词放在这儿的话 我想了一下子 你说大炮火炮 它跟炮其实没关系 Artillery 这个单词出现在这儿的话呢 说跟炮没有太大的关系 Artillery呢 你拆开单词基呢 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记得它还是根据我们所说的 那个叫什么呢 就是英语中 它有一个拓展的隐身含义 比如说以前人工造的那个工程炮 或者说是 那个 投尸机 对 投尸机 Artillery 在英语过程中 我想想啊 英语 想想这个分成几段 Artillery 一般的话呢 我建议整体系 因为拆的意义也不大 拆的意义 关键它也是不大 想想Artillery Artillery 如果把那个I 双写L的话呢 本身就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而且你单查的话 查不到它 记忆工艺 嗯 还是不好拆啊 非常的不好拆 我只能说它是代指冷兵器时代的投石车 投石车 但是 是Artillery 但单词拼写上的非常的麻烦 哎呀 我想想啊 这个怎么拆比较好 这应该是最原始的一个单词啊 能用投石车之后呢 大炮应该是在十五六世纪已经是火炮 逐渐成型了 这样投石车的话 非常费劲的这种情况 嗯 可以吧 它只能代表我含义能搞清楚 但是 是为两个部分吧 你要记的话就分成两个G 名词后阵 带指头是说 代表当时最先进的武器技术 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合成词 因为没法拆 后阵的话呢 并没有给出名区的一个标准 下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就是 否定 ERT等于ART 含义呢 非常的罕见 几乎呢 就是你见这么一次 几乎也就是说见这么一次 Innet 这个单词我记得是 哦对 没有词评 没错 Innet 并没有词评 无活动能力的意思 那么在 AOM表否定 还有ERT呢 相当于是技术的意思 就没有技术的 不能活动的 包括没有活动能力的 难度系数呢 带指特别专用领域的 比如说它是技术的意思 技术 呃还带指灵活 加个否定含义之后呢 就是不灵活 不活动 后来带指化学中的 惰性气体 把寄到这儿是费劲 在下面有个article article呢 是物品啊等等的含义 它有文章的意思 如果你刚开始记这个单词 如果只记了个文章 那个意义就是不太大了 所以我们先看啊 article 这个article呢 是连结的意思 这个相当于是 我们说是 从关节的含义来 来的可以怎么说 art 就不是艺术的 关节 引申为 注意啊 我现在跟你讲内容 不是我编的啊 这是词源上的标准 关节引申为 连续在一起的事物 连续在一起的事物 这是它的本身含义 所以呢 我们所谓的连结啊 把各个分开的项目啊 包括内容 全部连接在一起 这是article的本质含义 这是article的本质含义 例如我们说的 后 引申出 文章 条款 协议 这样的一个含义 所以这个文章并不是一开始说 一定要使用它来表示文章的 这个并不是跟写作挂钩的 也不是跟文学挂钩的 而是表示一个具体的签订的条款 进行相应的协议的约束条款 而已 协议article 表述的 所以这个单词在后期 你看啊 articulate 它的动词形式 有关节连接的 相互连贯的 还有有节肢的动物等等的 口才好的 流畅的等等的 都可以进行连接 这是一个拓展含义 难度系数的很高 这个单词 如果你在考研中碰见的话呢 恭喜你 它考的含义 如果不是文章的话呢 你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想出来它的含义的 这个模式再往后走就比较简单了 articulate 物品的行业 带纸连接的事物 不是说的吗 带纸连接的事物 这个物品可不是something的意思 表示一系列的东西 表示一系列的东西 所以我就说过嘛 学英语 为什么大部分人学不成啊 学英语大部分学不成的原因就是 第一中文没过关 很多同学自以为自己中文能说出来话 就是水平很高 其实这 中文的应用水平 你的标准检测是公众演讲 你的公众演讲水平怎么亮 这才是标准的语言的检测能力 这第一个公众演讲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类似于公众演讲的一种信息传递 我们把它称之为教学 或者说是现场的 会议解析等等的 类似于让我做个PPT 给上级们宣传一下项目 所以这个物品 此物品非彼物品 你不能用something的概念来表述 所以每一个单词 尤其是这样的核心词 你需要通过语境来积累 字词句段篇章嘛 咱们中文学的也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灵活一点 同学们 到这儿的话呢 你就该知道英语的难度系数了 英语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语言之一 我说的复杂呢 并不是说它的语法复杂 变形复杂 我说的复杂是它的80%的外来词复杂 因为它太多太多 越是能够融会贯通包容万物的语言 它是越麻烦 越难以学习 像关节的意思 你们从来没想过有关节的含义 这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连续啊 连接在一起也可以 连接在一起也可以 后面还少一个AR ICLE 你看一般说来就是名字后认 但是有动词 就相当于名词动词化 所以你说你一样想真正学好英语 费不费劲 非常费劲 一个单词的用法 它的语境 还有再结合语法的表述 光这三点功课完 你才能完成写作水平 那么口语呢 大量的听力练习 结合没有语境的情况下 我们要更加有自我的约束能力 你现在有语境 所以你会觉得中文其实很简单 你听了多少年了 你就不说 OK下一个 还有这个中文水平 拜托你们再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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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中文水平 我是真建议你们再练习练习 下面这个单词 我那个O呢 可以视为连字符 你看 关节的意思 不学不知道 这是我原来旧版词练习习的 我没舍得删 老师没舍得删啊 大家接下来看这啊 你看看这些单词的玩法 全部都是跟关节挂钩的 接下来切开 还有一个得给你们说清楚啊 所有同学听到这门课的时候呢 再给你们说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的竞争随着进入第二世纪 马上进入第三个十年了 你也想想一件事情 精细化是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精细化 不管是教学的精细化 还是学生的学习 都要精细化 你想想之前嘛 放十年前 这样的课程是不存在的 就三万词汇 你不是开玩笑呢 五千就够用了 可是如果很多同学 在学英语的过程中 他带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 十年前的思维 十年前的思维 用在现在 你放心输定了 2008年 算是中国英语学习的一个高峰年 开欧运会呢 大家都给积极了 其实你学那个英语 并没有实用价值 你学那个英语 并没有实用价值 再加上未来 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我也很紧张 你们也很紧张 叫做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t Artificial 就是人工智能的意思 人工智能 也是来自于这个词 你看 我都说是人工智能 你查一下 未来你要面对 人工智能一件事情 你们就知道了 Artificial 我终于你放在这吧 这个Artificial 我没放在这吗 放在后面吧 不小心看花眼啊 你看这个 Ai 人工智能 所以你就知道 什么叫做 未来的一个恐怖竞争 Ai 碰到Ai之后 所有人都会进入惊喜化 也就是说 你学的皮毛的东西 将来必死无疑 所以我们结束结论 再送给一个题外话 在未来 人工智能时代 不能进行 只有人才可以做的精细化工作 那么 必将被Ai取代 就有些同学说到 是现在翻译软件 是不是很厉害 是 翻译软件很厉害 厉害到我们去用不用学英语啊 翻译软件虽然很厉害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 夹杂人类的复杂思维 再加上 地道表达 也就是说 你想把翻译软件干下去 你的翻译水平 不能跟机械是一样的 否则的话 你没有学习英语的必要性 因为你已经被淘汰了 你已经输了 同学们 听明白了吗 你 人工智能 他能翻译出来 基本表达 如果你的英语 也只是基本表达 你想想你是不是就输了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发个识啊 我告诉你了 所有同学们 你们一定要记清楚的 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 人工智能时代 不要没有危机感 不是我刻意给你知道危机 是我跟你说 这是事实啊 这是事实 很崩溃是吧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想啊 有什么感想 所以有 是之前也是有这个词汇班的同学 跟我说过这件事情 一个女生特别的焦虑 她就认为未来的人生啊 这个英语学习没必要 为什么没必要呢 就是很简单 刚才我说的 她认为就是 反正词汇都能 就是翻译软件都能搞定一期了 我还有必要学此 学吗 阶段是真得学 这不是一般得学 但是学 如果学不透彻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就是被取代的 你就是被取代的 这个这个感觉很糟糕 对不对 你要么被淘汰 要么就是拼命放前走 感觉你不能停留 看到吗 Spot 生 这个代指 那个相当于是 植物 Boss的那个 衍生 估计你们听了这个时候 心情都很沮丧 是不是 都很沮丧 我跟你说 21世纪什么 是未来的掌控者 人工智能的本质 并非是掌控者 真正掌控者 是计算机变成 真正的掌控者 是计算机变成 Arthrope Arthrope 静 这个静的时候 关节静 关节静检查 所以呢 字面意思就能搞定 不用再多说了 中国很多人都说 计算机专业 计算机专业 什么代码民工啊 等等的 我们说IT民工 我们这个专业的术语啊 IT民工 你每天码代码的 那你怎么就不能 称为设计者呢 学识不够 计算机领域 我再给你们介绍 个小常识 很多人 你不是计算机专业的 你都不知道 计算机非常的费劲 我当年学的是 数据库设计 如果你想做一个 完整的设计 你得是万金油 你给医院做 给银行做 你给金融企业 你给财块 要做系统 的前提是什么 你至少得跟人家 一样精通 至少得跟他一样精通 每做一个不同领域的系统 你就不断的 要去学习创新 这是计算机 给我的一个启示 任何的一项技能 要应用到 某个领域的时候呢 你就等于 叫做一多不压身 能学多少 学多少 没想过 对不对 尤其是上课的大学生 如果你报到我的课程 听到这个课 听到这的时候 请在大学时间 把你剩余的时间 全然的用余学习 不然的话 十年之后 必输无疑 十年之后 必输无疑 感觉说的话题很沉重 我也不想这个样子 我还希望我的学生 你既然学这门课程 你就想一想一件事情 我为什么这门课程 还没有办法被计算机取代 两个原因 第一个计算机 如果给你输出单词的时候 它得需要把我讲过的所有内容 全部做成一个计算机软件版本 全部 包括 比如说我自己设置一个英语速记的软件 这个软件呢 叫把我 计算机是不会自己去讲英语的 它也不具备人类的思维 因为人类的习俗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 目前为止是人工智能无法去模仿的 那有了这个框架之后 所以 讲单词的重要性在这儿啊 很多人都以为拿个软件来背单词就可以 软件只是一门机器 它能给你呈现东西是非常有限的 联想思维导图背景文化知识 根本做不到 没有老师帮你进行串接 作为一个桥梁 那是做不到的 我现在做的是这个 让我们临结五年之后 整个AI智能时代的到来 差不多五年就够了 也不用焦虑 是福不是货 是货多 不过 下面一个关节 你看 外割手术的是关节的意思 哎 我又不知道 将来我现在正在 也是在录制过程中 听到我这门课的同学 你会有什么感想呢 此时此刻 下一个单词 你看这个单词吗 叫做plasty plasty 就是我们塑料的意思 这个单词 这个词根就是塑料的这个词根 塑形 下一个关节眼 医学中的 医学中的 把他放在一起 医学的 哎 为什么他是医学的呢 跟你长个一模一样的 好吗 其他老师不太敢讲 不是 他们不是不敢讲 他们都没意识到 他们都没意识到 我看过很多老师讲课 这个不是吐槽同好 这是很多老师讲课 你会发现 他们都强调于讲语法 讲细节 但是你 我告诉你啊 我看过很多老师课程 十年不变 十年不变 就是这个最大的问题 你要跟上时代的发展 很多老师其实不具备计算机思维 我是从自己专业的这个角度来更好的理解这个时代 要关机言是不是好像 写过上面一个类似的 这个排序排的这种差啊 这个排序没排好 应该是先讲 Athritis 然后再讲是Athritic 这样都比较合适 因为这个C的翻译包括S 这个顺序排的有点糟糕 要严正的 下一个骨关节 你起码知道希腊语中Athritis 是骨关节吧 你看看这难搞的事情 你不认识 没办法了 Syn 不动关节 这个相当于是原始含义啊 Syn就是那个 相同的部分 代指固定 Athritis 我们翻译成那个 解剖学的 不动关节 就不活动的这儿 再来 O S 就形成一个整体的意思啊 翻译成 相同 代指整体比较好 整体关节就不动 整体部分 名字后这 这个单词完成 下一个131词根 Temper 两个含义啊 这个词根呢 相当于还有一个意思 表示脾气的意思 我现在只是表时间 只是表时间 只是表时间 两个原音字母 一根O的区别 有了它之后呢 量呢 应该不算大 三个核心词搞定 因为这个词根比较长 拉丁语中 表示时间的意思 为了方便起见了 其实我可以这么想 ER跟OR 逆施威后 这是没去 没有问题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拆单词之后 比较有问题 比较费劲 我们就不妨这样做 你看第一组单词 Temporary 咱们捋一下 ARY结尾的形容词 后阵 那这个时间呢 它这个时间跟Time 还有点区别 时机 临时的意思 Temporary I连字符 我就说这门词汇课程 基本上是我多年所学的集合展现 就是想这门词汇需要把我学到的多种知识 全部综合在一起 Temporary 暂时的当时的现实的 此时此刻 跟上面单词是挂钩的 然后 这个单词我们分成两个部分 这样比较合适 怎么这么讲吧 从Temporary 变身为AL形容词或者名词 或者这样比较合适 因为它单词含义是引申过来的 你在看的过程中 先从Temporary 把ARY换成AL 然后就对了 因为它含义是不变的 含义不变最重要 但是其他的都词要 我们在背单词过程中 尤其是思维导图 你画的时候 请参照一下 我这个汉语意思 那你参照一下汉语意思 再画的话 会有更好的一个针对性 ITY名词后 这叫做Temporary 负责后 Temporary 一样 拖延拖协 顺应时势 所以呢 所谓说时间 不如给它翻译成时机 才能引申于时势 这个单词 就跟time的一个本质区别了 本质区别了 更强调于时间的节点 好 实施在这 顺应时势 拖延啊 妥协啊 就是所谓的 准确的说 就是以顺应时势为主 拖延 妥协这个单词含义呢 记住了 是故意耗时间的意思 它只是表示 故意耗时间 但并不是说 所谓的compromise 那种妥协 那种就是签订协议 共同承诺 联盟的意思 这是两回事 所以compromise有妥协 这个单词也有妥协 那个妥协来自于承诺 大家各退一步 这个妥协是 故意拖延时间 故意拖延时间等等的 所以你要看不同的语境 执着于中文的含义 你基本上就死掉了 朋友们 我再次强调一下 谁执着于中文的含义 你已经就没戏了 尤其还要通过中文词 你再问个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你看下个单词 I temporal Tapral是那个 A远离的意思 远离后来 隐身仪否定 去除的 否定的 非时间的 你看非时间的 跟永久的 就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隐身仪仪的 永久的 可是你刚看非时间 你会觉得 这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 看语境 为什么说你要查词典呢 下面一个时间与空间的 Special SPAT 就等于 直接放一块写吧 麻烦 Space的遍体 空间跟时间的 包括下面一个单词 Special Temporal 时空 时空 我的课程界面 有用英文做课程介绍的时候 就用的这个单词 Special Temporal 你这单词够高端吗 绝对高端 创到这儿的话 也不妨给你们透露一点 宋老师正在升级词汇 我们的词汇课呢 其实不止500词课 我正在升级 看到这儿的同学 你才知道 这门课的标准价值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 一般同学 坚持不下来这么多 所以看到这儿的体验 给你们预告一下 未来的词汇课程 会涉及到 小1000词 小1000 我说了 是按了6万词评表的 但是对外宣称给你38000 还是那句话 第一批学生 我希望他们学成 这样的话呢 就相当于一部分人都富起来了 但是这个跟财富 还没有比较大的麻烦 事情就是 它很难传承 在一起的时间 的同时 这个单词有个问题 后面有的叫temporalize 有了它之后呢 我就不想多说别的了 放在一起 但是呢 原文中 temporalize是妥协 顺应实施的意思 这个是同时在发生的 所以到这儿 再给你们提个行 不要随意拆单词 也不要随意组单词 因为它的含义 未必能拓展过来 同一时间的同时 还有段法理解 ize 动词后缀 叫做contemporize contemporize 有了它之后 就简单多了 不过为了偷个懒啊 就是我把那个ize 给你们暂时去了 你就知道我要干干嘛了 ary 名词或者是形容词后 contemporary 这是最常见的表述模式 词评在19 1900的 那说明绝对常见 下一个比较难搞 难搞在哪呢 here an an它表示年份的意思 年 就是年的意思 年代 原始词根是ann 年的意思 所以同一年的 也同一时代的 同一年代 同时代 就这么个归来的 E呢 相当于是联字符 ity 名次后阵 我们称会在同一个时代 不错 你们机会还不错 至少胆色惊人 最近有个同学跟我说 幸亏冲动爆这个名 进来之后才发现 原来背单词 别有洞天 我就说过 孙老师讲单词 绝对不是说按照市面上词汇书 那种恶心的方式来讲 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词汇真那么简单的话 市面上词跟词语的书 真的是汗牛冲动 同学们 你背会了吗 没有 一分价钱一分 或在中国永远是真理 我跟你说 他就提万话 就好比说 孙老师用的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脑 你们觉得价位降了吧 我后来发现个 窍门 我记得是 当大一的时候 我们宿舍拿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他前一年买的 前一年买的 这台笔记本电脑 当年还很贵 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的笔记本电脑 在我们宿舍运行 跑的还可以 一年之后 直接就废掉了 直接就废掉了 后来我结论得出了 原来好电脑是看配置 配置的话 最后的结果就是 高配置电脑 都是两万 两万开外的 就是五年之内 你的硬件淘汰不下来 一定是两万开外的 两万以下的话 你等卡机就对了 所以我就说过 买电脑 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世界上 并没有降价 就当年 两千 就是 贵的电脑 依然是贵的 好的就是好的 contemporary art 当代艺术拓展的含义 写错了 CON 修改一下 M跟在按键上 是在 相邻的 改过来了 sorry啊 第一个写对了 第二个是莫写 这个手务 下一个单词 我们说当场的 champer 我们翻译成 可以说是 其他NZ来自于特定语境 有多特定呢 你有没有发现 这四个单词 完全没有词评 完全没有词评 就在三万以上的 这个说错了 它就在这个 六万以上的 ok 同学们 ok下一个 extemporary 向外的 同理可证 e去除 ary 行此后证 e去除 i在意 动此后证 atln 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的 复合名词后缀 下一个单词呢 记习的 临时的 单词 特别指出来 你看 是不是同一个单词 是的 这两个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我要说的话呢 有两种解析模式 表示也时间挂钩的 或者ane 有的词汇书上 我看的是 他把那个aneous 视为整体了 视为整体了 在这的话呢 跟时间挂钩呢 也没有太大的意思 你把它视为整体也可以 或胡 特别说明 视为整体 后缀 只是为了 方便 记忆 下一个 建设 ly 否则 后缀 ok了 无准备的 就现场出现的 跟那个improvise 是一样的 下一个词根132 这个单词 很多同学呢 都说它是 呃 单词 看来自于 昂格鲁萨克逊语 第一反应就是 这相当于英语的起源级啊 起源语啊 昂格鲁萨克逊 light 就是光的意思 light means light 但是我放在这 做词根的原因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这个单词 拓展量还不小 第二个呢 光 轻 愉快 这哥们居然有 三种含义 搞得大家很郁闷啊 搞得很郁闷 所以我把它视为 词根在这 作业放在这的 那么第一个 可以视为基础词 也可以 视为 我们翻译成 词根 直接做单词 看它的含义 多可怕 光 线 打火机 等等的 刚才看的那个片 有印象吗 那个是 Tinkerbell 迪士尼公司 出版的电影 那个是 什么 仙子系列的 仙子系列的 这个系列的话呢 你们看不到 因为它是 每年以DVD的形式上 是不在荧幕上公布 就 迪士尼呀 其实它每年 出大量的动画片 它只是没有在影员公布 你们不知道 我呢 比较敏感 没事干 喜欢到网上 各种东西搜 好东西就一定要荡下来嘛 现在有想成下载的习惯 因为指不定哪一天 你找的那个资源 突然就没了 以前我喜欢收集网站 加那个收藏家 后来发现 网站要是没了 你家的收藏家 有个什么用啊 所以你看这单词 Tinkerbell 你们看一下这 光的多重用法 讲述的是一个女主 Tinkerbell是一个工匠仙子 天赋是固定的 但问题 他想去大陆 工匠仙子是不允许去大陆 去就是开启春天的 怎么办呢 他想向其他仙子 学习新的技能 置换自己的 就闹出这么一段笑话 你们看看 跟光仙子的这一段 这倒是跟光仙子来学习 获取光的技能 但他根本就不具备这个能力 所有的资源 请在微信啊 或者QQ群里面问我所要 现在没法也分享 对不对 OK What can I teach you That's going to do the least amount of damage Oh I know Follow me Tinkerbell The last flight of day It's the richest kind of all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OK And now Wow It's incredible Now For the fun part Do you think it's heavy? Do you think it's heavy? No It's light 看到的传名字了吗 看到的话 你就看到一语双关的意思了吗 看懂的话 发个漆 我看多少人能看懂 Do you think it's heavy? No It's light 看懂了哈 先截个图 No It's light It's light 截这张图 It's light It's light No It's light Dirt Yi火虫 OK OK Hey Oh 出来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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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lmost got it If I just get you started It's impossible Oh no I wonder how it's going Why, King, why? Uh-oh I wonder how it's going OK,景点片 这边看一下一语双关的要点 有时候看片的时候呢 就会不自觉的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一语双关 Do you think it's heavy? No, it's light OK,加一个 Lightly 副字后这叫做Title, lightly,轻轻的 Light,那是说Lightn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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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啊 想成那个七只总动员的那个男主 Lightning McQueen,那是后面要讲的,七只总动员 看看Ing,动名,动名词 或现在分词后这 包括Ad形式或过去分词 Ad形式 未被点燃的 你看有点燃的意思吧 Light 那个还有一个 我看看有没有后面写的啊 没有写的话呢 给你看一下这开火的意思 还真没有 给你们看一下 开火 超级战监里面有这么一段 点着 点燃的意思 这个点燃还有开火的意思 放在哪儿比较合适呢 放在这儿吧 还有开火的意思 给你们展示一下 哦,少个T 开火在这儿 开火在这儿 把他们全点了 就这个意思 哎,往哪儿去了 21世纪经典的大片 我记得应该是超级战监的Battership里面的 最精彩的一部分 印象特别深刻的 从这开始 我记得应该是最后 倒数第二个 要不干掉对方的战监 不知道是这段还是那个 先看 看吧 看到了吗 战图 Ladma 把他们点着了 就是开火 烧了他们 不光就Fair的意思 我记得了 2个人就跟开火一样的含义 海上一个超级战舰的飘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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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一个超级战舰的飘移